而在那么多爱豆之中,王俊凯应该是最幸运也最幸福的了,因为他可以与自己的偶像同台,还能听到偶像周杰伦发出这样的声音,小凯的粉丝在哪里,借我一下,追星最服的就是王俊凯了。 作为一个那样优秀的爱豆,拥有那么多懂事的粉丝,自己还能与偶像亲密接触,这么棒的追星旅程,真是太让人羡慕。 听说王俊凯与偶像周杰伦在咪咕典礼后就去周董的朝台店了,有爱豆陪着一起逛街真是非一般的感觉。 早在几年前,王俊凯就与偶像周杰伦在一起喝奶茶合影了,从微博上看得出来,对于作为粉丝的王俊凯来说,能够遇上自己的偶像,也是有点小激动呢? 正如王俊凯所说,能唱杰伦歌写给我们的歌,一直是梦寐以求的事,现在实现了,有偶像亲自掏刀为自己写歌,可以说是了不起的人生赢家了。 还记得那次浙江年终胜典吗?王俊凯刚参加完高考就去看偶像了,也必用那次难得的机会,与偶像同台表演,后来偶像周杰伦甚至还邀请自己的小粉丝王俊凯和台来了一次亲密合影。 追星就应该像王俊凯这样,通过自己的努力变成越来越好的自己,直到有一天还得到了自己偶像的大力点赞,王俊凯很棒,我也在关注他,希望他继续努力,王俊凯也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了,因为他不仅是小螃蟹的骄傲,是父母的骄傲,还是他偶像的骄傲。 总是有很多人说,王俊凯成名上早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很少有人明白,他在这个年纪拥有的实力,其实完全能够称得起这样大的名气,只是作为粉丝的我们需要多为自己的偶像着想。